我把大家刚才提的那些问题简单过一遍 学生什么时候可以接种疫苗几月份 从目前接种的速度来看 我个人认为会在明年六七月份左右 就正常的18到22岁之间的这种留学生 明年五六月份还不一定能够接种的上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症状 或者说是这种特殊的疾病的情况下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牛津疫苗和美国和中国的疫苗 我认为都是安全的 因为都是通过相关的政府机构的审批和决定的 如果让我选 我会优先选牛津 次选美国辉瑞 再次选中国疫苗 这个我的个人观点供大家参考 第三需要回国注射会不会呈阳性 有可能呈阳性 但是如果你有大概率上来讲 如果你有一个接种的一个接种护照 说我已经打过疫苗了 所以呈阳性 这种情况下我认为 国家病床总局会有相应的一些政策 来不影响大家的登机 第四三到四月份有没有可能打上疫苗 有可能如果你是75岁以上 现在就赶紧打了 如果你只是50岁40几岁 对不起三四月份我觉得机会不大 第五私人医院有没有机会获得疫苗 有机会尽快去买私人医疗保险 尽快去找私人医院去注册 第六疫苗接种后会不会有什么过敏反应 有可能会有 但是通常来讲是比较小的疼痛 烧痒 有可能一些小的低烧的情况 过敏反应 但是不严重 第七疫苗可不可以带回国打 肯定是不可以带回国打 这个是属于监控的这种医疗设施 必须在指定的机构打 第八过敏人群会不会有特殊的措施 但是这个呢你被邀请来打这个疫苗的时候呢 你的GP会跟你说得很清楚 因为他有你完整的这个医疗历史 他会知道你的相关的一些医疗的一些背景 他会给相关的建议 这个要取决于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跟自己的GP单独确认 第九扁桃体栽除可不可以接种 可以接种 扁桃体栽除并不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疾病 如果你是栽除了一个皮 那有可能你可以优先接种 OK如果只是扁桃体栽除 对不起 挨个按照排队的顺序来走 第十 如果正在接种HPV 是否可以接种牛津 这个我个人的观点 从政府的观点来讲是没有冲突的 但我个人的观点是 等一等看一看 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因为HPV 它并不是一个 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 并不是一个紧急事件 如果能够接种到牛津疫苗 当然是优先接种牛津疫苗 因为它是一个紧急事件 对不对 第十一 在国内接种过疫苗 还能不能打牛津的疫苗 取决于自己的一个抗体的活跃程度 OK 如果说来了 这个打了国内的疫苗 到英国来 感觉抗体的 这个做抗体检测 觉得抗体的活跃度下降以后 下降很多 可以考虑打这个牛津的疫苗 但这个 这不是你想打就能打的 这要等GP的通知 等GP邀请 第十二个问题 游客身份能不能打 从目前的情况下不能打 因为游客没有GP注册 是邀请不到你的 但如果你有私人医疗 你有私人医院 有可能是会邀请到你的 但是前提是你要满足那九个条件 那九个等级 按年纪来分 按你的身体状况来分 这是第十二个问题 第十三个问题 青梅素过敏可不可以打 要和自己的GP确认 大概率上来讲是可以打 第十五个问题 是打完疫苗后 回国检测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回国检测会不会有改变 这个取决于你打的疫苗 大部分情况下 是会出现抗体 出现抗体 能不能登基取决于民航总局的 一个具体的一个规定 在国内打完疫苗 可不可以再打 这个回答过了 辉瑞和牛津疫苗的区别在哪 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 一个学术问题 这个一句话两句话 说不清楚 打了疫苗后 会不会有相关的后遗症 从政府的观点来讲 不会有后遗症 但是以数据的说话的话呢 要等一年或两年以后看 才会知道 我认为应该是没有后遗症的 来 许比尔你要有什么补充呢 就有一个问题刚才 不好意思 不是答案 没事 就是有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看的 就是网上讨论 就有的人说是 到底是等GP给你打电话 还是你给GP打电话 然后呢 这个呢 之前就是 我看就是咱们这个群里有人笨 所以我就刚才静静问了一下 然后这样说呢 你给GP打电话 还是GP打电话 完全取决于这个电话的内容 如果你有一种疾病 是属于这个优先人群的 你的GP不知道 你给GP打电话了 然后呢 GP知道了 然后GP就说 那你来打疫苗吧 那可能就是 那个朋友就说 哦 我给GP打电话了 所以他就让我去打了 但是呢 就是 我老公说 他从他个人的经历 在两个不同的诊所都是 是GP 确定是GP给你打电话 GP邀请你 但是你可以给GP打电话 你说你是护士 你是医生 你的GP不知道 你的这个职业 然后你是 比如说 你算是一个 比如说开自货车的 但是我是在NHS给开货车的 那不可能就是可以打 就是这些东西 你是可以让你的GP提前知道的 我有糖尿病 我从来没有看过GP 我都是自己瞎吃药 或者是我去回国看了 这些情况下 是你给GP打电话 让你的GP知道 你能废尽 之前我们说的哪一种类型 这些情况下就可以的 但是至于说 你有一个朋友说 我就上网了 我就打电话了 跟GP说了就行了 这肯定是不行的 而且昨天就是 像我老公工作的 其中一个诊所的 这个partner 就发了一通信就说 如果有医生护士 就是打电话 说他们是医生 和护士 但是不是我们自己 诊所注册的病人的话 我们是不能 给这些人打的 就是说 必须得 首先 你是这个有真剂的 这个诊所的病人企业 你符合刚才 我们说的一到九类 然后呢 你的GP并不知道 你这个情况 那你可能打电话 那GP是会给你打真的 我插一句 那你呢 你是不是可以优先打 我是不行的 因为我只是 我没有 我不是NHS的工作人员 你家属啊 家属不能优先打吗 家属是不能优先打的 这一点 因为像他们昨天 专门发了一个邮件 然后呢 网友跟我就是看一下 就是专门是说 就是说 你的朋友的朋友 什么别的医院的 consultant的 或者什么的 只要不是我们 诊所的病人 我们都不能 给他们打针 而且大部分的诊所 都是这样的 对 因为这个 因为你打了针以后 你是要统一 就是填入 就是国家的这个 数据库的 然后里面 其中会有原因 就是说 你为什么接受到了这个优先的这个真剂 而且这个真剂呢 不管是辉瑞还是牛津 就是大家可以 就是如果愿意去看那个药监局的网站 他们都只拿到了紧急许可 他们并没有拿到正式的流通牌照 他们没有拿到license 他们只是拿到了emergency approval 所以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如果这个天然掉下 比如这个机会 就掉到你头上了 说你的GP说你可以来打 那我们个人的意见 就是你一定要打 不管是我作为医生 还是我作为家属 我们就觉得说 如果这个机会摆在你眼前了 那你就是不管是什么 这样你就去打吧 哪怕是邀请错了 你先打完再说 对吧 对对 其实是试诊所的问题 不是你个人的问题 对不对 好 就是相比于这个病来说 就是这个新冠病毒 这个病的本身来说的话 这个打针真的不算什么 好 我们来看后台提问的第七个 国内学生打了 国内灭活疫苗再去英国 再要排队 国内对留学 是否 我个人观点是 中国的执行力强 OK 如果大家有机会 在国内优先打 那先打了再说吧 因为在英国轮上 这些留学生 至少是明年六七月份 OK 这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 癌症患者可以接动新冠疫苗 可以 但取决于你癌症的种类 以及你的症状的不同 可能接种的次序 时间 先后次序不一样 第十 这焦虑药可以接种疫苗吗 可以 因为这个不存在一个药物的冲突 不会引起这个药物冲突的情况下 都可以 在GP打疫苗时 如何能知道接种疫苗 是辉瑞还是牛津的 你管那么多呢 你该接种啥 接种啥 给你打 啥就完了 没有什么大的本质的区别 GP会通知我们去打疫苗 12岁以下 儿童能不能打 不能打 16岁以下都不能打 这是目前英国的法律规定 牛津疫苗也要打两次吗 是的 要打两次 是在 山亚州以内 对吧 刚才听 如果没记住 对 灰是三到十二周 然后 灰疫苗是四到十二周 这是第二阵 三到十二周 和四到十二周 OK 接种疫苗后 抗体会不会阳性 是阳性 会影响 这个但是 如果你有这个小证书 说已经打了疫苗 导致的阳性 问题不大 这个取决于国家民养总局的要求 正常人群 小于五十岁 算在第六类吗 是第五十岁 属于第九类了吧 五十岁以下的属于第几类来呢 刚才没注意听讲 什么病 五十岁以下属于第几类 正常人群 五十岁以下 暂时不进入咱们这前九类 OK 没有病 五十岁以下属于第九类以后 没啥机会 十七岁的留学生 十七岁的留学生 预计的明年 以我对英国人办事的这个速度来看 明年七八月份能接上就不错了 如果女生刚打了 可以打疫苗 然后多久可以 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女生 不是说你想打就能打 你得隔到明年才能打 这是第十七个问题 打完疫苗 有没有感染新冠的可能性 有 因为保护的这个概率是95% 你仍然有5%的可能性 得 打完怀孕可不可以 从政府的要求算 可以打 但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女孩 你从怀孕 我估计等你生完了 这个疫苗还没有轮到你打 这是第十九个问题 高血压 对不起 高血压不属于优先人群 打完疫苗抗毒的周期是多久 不知道 医学上讲是12到24个月 但是实际的操作当中来讲 谁也没有办法判定有多少 红斑蓝疮 这个部分要跟你自己的医生去核对 你吃的药会不会和这些疫苗的一些药成分 产生冲突 如果没有冲突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要取决于你和你的GP的最后的一个确认 一个半小时 这个感谢 感谢中 感谢苏远 给我们自己想一个 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这么一个话题 我觉得感谢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人都非常迷茫 就是我到底该不该打 那从这个讲座听下来 我觉得不是说我该不该打的问题 而是说我能不能打的问题 正常人50岁以下 我的理解基本上到明年七八月份都不一定能打上 除非说我本身在GP已经有注册说高血压糖尿病 或者说已经高血压都没用 对吧 必须是糖尿病 糖尿病是有可能的 优先打的 高血压都不能提前打 至于什么常见的 什么抑郁症啊 什么这种 这种就更没有优先打的可能性了 所以我们现在仍然做的 需要做的就是静观其变 OK 等打到三千万的时候 明年五月份打到三千万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疫苗已经起到了作用 基本上能够控制下来 不会有那么高的感染率 大家心态也就放松下来 到时候再看具体是什么情况 是怎么来具体的处理会比较好 好 这个非常感谢 感谢John Dr.John 感谢 Thank you 感谢Peter 把老公贡献出来 给我们做 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 可能还要麻烦到大家 比如说疫苗的一些进一步的进展 可能会 我们会在这个微信群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 还请Dr.John 请Servia 不吝嗤驾 多多帮助我们这些 在海外的这些 这些可怜的华人群体们 感谢Peter 就是想到就是说 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直播 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 就是现在就是 英国的这个接种的情况 对 就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之前 我们昨天讨论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说的就是 就是没有一个疫苗是百分之百的 然后呢 所以你即使打完针 你一定还是要 就是手出门 出门 保持距离 然后一定要戴口罩 对 好 最后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 就是我们今天的讲座内容呢 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英伦大叔 可能今天晚一点 或者是明天 我们会整理发送出来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英伦大叔 可以在后台留言 或者在文章的下方留言 再次感谢大家 同时呢 现在是中国时间的 2021年的1月1号凌晨 我希望把这个第一个祝福送给大家 祝大家在2021年 新的一年里面能够合家团圆 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 感谢感谢 谢谢John 谢谢Covia 谢谢 祝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OK 那天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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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